俄美第三轮战略稳定对话结束 双方表现出坚定立场 当地时间10日 俄美第三轮战略稳定对话结束 双方在当天的会晤上均表现出坚定的立场 同时也为进一步讨论敞开了大门 近8个小时会晤中 以美国助理国务卿舍曼为首的美国代表团 拒绝了俄罗斯所提出的禁止北约东扩的提议 俄罗斯则表示 此提议是俄方关切的优先事项之一 会后 俄美双方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·李亚布科夫表示 俄罗斯不会威胁任何人 也不会下最后通牒 他表示美方若无姿态 这对于北约来说将是一个错误 并将损害其自身安全 李亚布科夫认为与美国达成协议具有可能性 他强调两国需要妥协和尊重共同利益 舍曼表示 如果俄方采取缓和措施 如在乌克兰边境地区撤军 美方院就双边问题进行更快 更深入的讨论